好,这是我做出来的房子 那做的很简单啦,没有贴图 如果贴图的话会比较好看 那没有贴图的话是至少那个样子有出来 只是我的窗户好像没有开得很整齐 那你这个窗户要怎么开 而且你可以注意一下 我这里其实是有厚度的 如果你没有怎么讲 直接用立方体去做的话 你会发现整块感觉没有厚度的感觉 因为它会变成整块的水泥 那或者是只有一个薄片 这样也都有问题 所以我们现在来示范一下 怎么样做这个东西 那我先重建一个 那从这边开始 那我先把它Shift D 做一个新的出来 然后我把它切到顶四角好了 为什么呢? 因为我希望用这个打窗户嘛 所以我切到顶四角来看 然后呢 我把这个东西给压扁一点 先缩小好了 缩小 然后这边拉长 这样有一根棒子可以去穿越它 那这里是我们刚刚的立方体 我先把相机四角切割出来 OK 那我把相机的部分切割出来 好 多一个相机四角会比较好操作 那现在呢 我把这一个拉过来 我让它跟这边有一点接在一起 OK 然后把这一个往下拉一点 放在我想要切的窗户位置 但是这样看的不是很清楚 所以我把它切到右四角 切到右四角 你可以选择这个框线模式 这样比较看得很清楚 那如果你用Solid 那我也可以 那我也可以先设一下它的颜色 这样子的话 它两个的颜色区分会比较清楚 所以我在这边 先设一下这一个立方体的颜色 好 我让它设成绿色 但是另外这一块立方体呢 我就不要设计色 我让它新建一个 新建一个颜色 那 窗户 用蓝色 这个立方体就用 蓝色 浅蓝色的窗户 OK 好 那你现在按F12 你会看到这一个蓝色的穿越绿色 OK 可是呢 这里有个问题哦 如果我们直接用这样的话 它会像水泥块一样 所以不好 我们先进编辑模式 然后把顶面拆掉 所以我按全取消 然后这边呢 我选面 然后过来一点 这太强了 我去选面模式 选这边的面模式 然后选这个面 我把上层拆掉 我按S 选Face 把面拆掉 这样你可以看到说 OK 这一个房子至少感觉有墙壁的感觉 不会是一个水泥块 那 但是接下来呢 这里 这个东西 这个东西没有厚度 它的墙壁是一个完全没有厚度的东西 这样看起来也会有点怪 所以呢 我用AddModify 去加一个叫Solidify的东西 那这个Solidify就是让它变有厚度 变成有厚度 那现在这里它设的是0.01 看不出来 我们把它设大一点 我是故意要让各位看清楚才设这么大 不一定要这么大 那这样看起来就有厚度 是吧 有厚度 你如果觉得太厚了就0.15 好 这样就会薄一点 那如果在太厚就0.10 OK 这样就薄一点 那看你要设多厚 那接下来呢 你这个地方体这里 OK 我就可以让它准一点 但是为了好操作 我切到那个Perspective 我现在把窗户拉成一个比较长型的窗户 那放到这里好了 我如果这个 那我现在选这一个物体 刚刚的这个还没Apply 就是设墙壁厚度的最后你觉得OK的话 你就把它Apply上去 那接下来我要做的另外一个操作是 我要做 让它跟墙壁之间做布林运算 这样才可以打动 所以我就加布林 然后这边呢 我要做的是插几 那我要跟这个 这个 这个我最好给它一个名字 不然的话 我们会 搞不清楚它是谁 我按N的话 它会出现属性视窗 出现属性视窗的时候 下面有一个它的名字 那我可以在这边呢 选 我叫Window 这样就不会搞混 那这边呢 我叫Housebody OK 那我现在就可以让这一个 跟这个Window呢 做插几 做了插几 你大概可以看到它的插几 的样子 这样应该差不多 OK 好 那我就把它Apply上去 那把它拉出来的时候 你会发现说它的窗户已经割好了 我这一块先不要拿掉 你会发现它的窗户割好 OK 那这里 OK 这一个房子 有窗户的房子好多了 那我要在第二个窗户就一样 我选它 然后呢 再加个玻璃 一样再跟它做插几 哦 抱歉 这个选错了 我现在是选它 然后跟它做插几 然后跟它做插几 好 那 那 Apply上去 这样子就两个窗户出现了 两个窗户出现 好 那接下来呢 你可以把这个东西柱子稍微复制一根 那你可以旋转 那旋转绕着什么旋转 我要绕着Z走旋转 所以我按RZ 然后呢 90度 这样子它会把这个凉变成横的放 那变成横的放之后 我再把它拉上来 这样我才容易去做插几 这样 那这样子 这里看的不是很准 所以我们稍微 稍微转到顶视角看一下 我现在是做哪一根 对 做这一根 那这一根先拉走 我把这一根拉过来 OK 跟它做插几 看一下高度OK吗 那 转前面 这个高度 再拉下来一点 如果这样OK的话呢 那我们就可以选择来开始做插几 这样子做插几 OK Pulling 然后呢 Difference 跟 刚刚刚那个窗户已经被复制一根了 我们现在是要另外这一根 做插几 按Apply 然后再把它拉开 你会发现这个插几就又做好 好 好 那现在假设这样子你就满意的话 那就OK 但是目前看起来好像还少一个窗户 对了 再一样再做一次插几 好 那一样要选Difference Window001 按Apply OK OK 那现在这个房子的所有窗户大概都做好了 那这两个其实我先不要 我可以把它按M移到第二层去 我就看不到 那这一层就只留下这个房子的身体 那这样子有厚度的有窗户的房子就OK了 那接下来呢 就加一个屋顶 那屋顶我一样按ShieldA 去新增一个Cube 把它稍微大一点点 好 然后压下来 然后呢 进编辑模式 注意 这个没有放好 选一下顶面 OK 它没有放好 它没有放在这里 OK 那这样子应该准 那我进编辑模式 对不对 进编辑模式 然后呢 把这个东西先选 选一下 我选的 这边是选 面模式 OK 先全取消 我要 我要选顶面 选了顶面之后呢 我让它 压小一点 好 这样子屋顶的感觉就出来了 如果你觉得屋顶太高了 好 觉得屋顶太高了 回去 回到 回到前面 然后把它压小一点 这样屋顶就不会太高 好 好 那这个颜色呢 你也可以再设一下 好 那屋顶看你想要什么设 好 屋顶如果你想要 比较偏木材的颜色 可以用这种来代表 好 那但是最后其实你贴图会比较好 贴图会比较好看 好 那这个material 就 就 roof 好 就是 屋顶的颜色 那这边的material呢 就是 house body 好 OK 那就这样 那你可以看一下 你的屋顶的状况 那 这里呢 目前看起来 这个房子有点大 你也可以把它缩小一点 好 再去看 会好一点 那但是 你的相机可能没有对准它 我按B的话可以做框选 框选的话就可以把它整个选起来 然后呢 我可以让相机对准它一下 按Ctrl T 对准 好 这样 哎呦 我可能没有没有对好 我对到这边 好 好 好 我先全取消一下 哦 这里 哦 OK 这里有一个小问题 我可能不要让相机对准这个 我让相机对准这个 好 这样子 OK 好 按F12 对准 OK 那光线不太好 光线可以 最快的方法是设这个世界 世界里面有一个环境光 环境光 如果你把它打勾的话 再去按F12 哇 你会发现好亮 太亮 那你环境光可以设小一点 再按F12 可能会好一点 那如果还是太亮 你可以设0.2 OK 那大概这样 所以你的有厚度而且有窗户的房子就可以做好 那当然如果你真的要做窗户的话 那你得再做一个做一个薄片 然后把它呢 镶在这个中间 OK 那那个薄片要做透明 像上次的玻璃材质 这样就可以 只是现在没有时间去做玻璃材质 就先这样就好 OK 好 那各位试试看做你的房子 有窗户的房子 赶紧 真的 大家可能会是否如果一个人 一定不设致的人 你还是不会有回答 你可以找到一件事 的思想 感谢观看